嗨,我是琪琪,又到了吃南瓜的季节 今天分享一个超好吃的南瓜糯鸡鸡 就是这个南瓜饼 几块钱就能做一大盘 开始吧 南瓜切片,上锅蒸熟 基本上蒸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蒸熟的南瓜压成泥 稍微晾凉一下备用 把糯米粉和中筋面粉都混合均匀 加一点面粉呢 就是在保持软糯的同时 又可以有一点点的支撑度 做出来的南瓜饼 它外面是那种酥酥脆脆的 不会是特别软派派的感觉 基本上活成团之后 就可以让它松弛大概20分钟左右 之后就均分成12到13分 每个小面团呢 都把它稍微的按压一下 用手掌的温度呢 让它更好的融合 之后就简单的按扁 放上豆沙球 然后包紧收口就可以了 锅热之后就可以放南瓜饼了 一面煎至金黄之后呢 再来翻面 保持中小火煎至就可以了 基本上煎至两面金黄 再来翻几次面 它就差不多熟了 外皮酥酥脆脆的 里面又特别的柔软 然后吃起来就是那种糯糯的口感 总之就是便宜大碗又好吃 也欢迎你们评论区交作业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